2-3 线性规划的形体第三题 在这四条直线形成范围 在这四条不等式的限制下 需求函数 f of x0.y 等于 3x 加 2y 加 8 的最大值 还有它的最佳解 所以我们要先画出这四条不等式所构成的区域范围 第一条跟第二条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项线嘛 所以先不管它 好来第二第三条跟第四条 直线呢我们先画出来 第三条呢 取两个点 第一个点令 x 等于 0 y 就等于 5 那如果令 y 等于 5 的话呢 x 就是 15 好那第四条呢 x 等于 0 的话 y 是 16 y 如果是 0 的话呢 x 是 4 好那这两个这两个直线 这两个直线的话呢 我们就在 在指甲座标系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先画出个范围来 好来第三条 那 0 5 15 15 其实我们画个大概就好了 因为这个数字比较大 所以其实你画太准 是还好啦 好 那你如果在纸上作业 OK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画得准一点 好这是L3 这是L4 好 0 16 L6 跟 40 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范围 第一上线 好所以是在这个角角 L3呢 是小于等于 0 所以L3的 左半边 L4也是小于 0 所以是L4的左半边 所以我们得到的范围是哪里 这一块 好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要取出它的端点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0 0 好那上面这边呢 是L3跟Y的交点的话呢 L3跟Y的交点 所以是 0 5 然后这个呢 是L4跟X的交点 所以是40 好剩下的这个呢 就是L3跟L4的交点 那我们就要把L3跟L4呢 结连力 好那结连力呢 我们在旁边写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在考你的解连力的能力嘛 所以我只要在旁边算 不用特地把式子写得很美 好所以我把第一式乘以4倍 然后呢 第一式减第三式 4X减4X没了 12Y减Y是1Y 那这里呢 60减掉16是多少 44 所以Y等于4 好那我把它带回去第一式 X加12-15 等于0 所以X等于3 所以这个点呢 就叫做34 好那我们 最后要求的是 目标函数的最大值 跟最佳解 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点 送进去我的目标函数 好 好 第一个点当然是00啊 所以你带进去是0加0 加8 等于8 好那再来第二个点呢 是05 带进去 0加10加8 再来第三个点 34 好339 428加8 这个 16加9 25 好 最后一个点呢 40 432 加0 加8 所以等于20 那我们要求的是最大值 所以呢 25是我们的最大值 而且它的最佳解呢 就是 34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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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 9 谢谢观看